被逼到住院!秀琴被抱歉债死不孩,大嫂团出面发火指认,风波持续延烧。 退役职棒选手陈志远,去年结束私校教练的工作后,转换跑道和老婆秀琴同心协力打盘直销事业,夫妻俩除了上节目宣传,也积极经营脸书粉专。 不料秀琴今,15日,遭一位正女爆料,因直播关系认识秀琴,3月开始,秀琴一欠经纪人钱,房子控遭查封围有陆续跟她借38万元喂孩,她只好怒祭出存证信函。 陈志远老婆秀琴经报欠钱死不孩,大嫂团V女也受害,图秀琴脸书。 根据报道,一位正女因直播关系认识秀琴,并开始与秀琴合作直播,薪水由产品获利三成分润取得。 不过正女却提报,两人合作多月生意不好,3月开始,秀琴已经寄人钱,房子控遭查封围有陆续跟她借38万元,还有白纸黑资作证。 原本秀琴,原本秀琴有意愿还钱,但今年过年正女开口请秀琴还钱,她都不予不理会,她只好寄出存证信函,但由插头第三次都被退回。 正女难过表示,我自己也很苦,每一分都是辛苦钱,当初认为她是公众人物,一定会负责,而且她承诺代言受深的费用一下来就还钱,我才愿意借她,这事发生后,我压力大到几医院。 对此,秀琴不解所谓纷纯的说法,至于为何退掉正女寄来的存证信函。秀琴认为朋友不需要弄成这样,并表示,我是一人,去直播当然要收费,跟对方要鸣戏,她都不给,怎还她钱。 陈志远老婆秀琴经报欠钱死不孩,大嫂团V女也受害,图秀琴脸书。 另一方面,正女说秀琴缺钱一事,还要她别告诉老公陈志远,秀琴经纪公司则回应,秀琴收入都有,不晓得为何亏欠钱,私下接的事情真的无法帮她处理。 才出招退回,而正女对秀琴说法仍不领情,表示公司会计那里都有明细,是秀琴不愿来看,正女并强调已决定提告。 看来双方各说各话,就如同丁小琴欠钱Makayo事件翻版。 此外,报道更提到,秀琴过去曾与大嫂团成员V为好姊妹,但某年秀琴向V借20万还不出来,之后开店只好已将V列为股东的方式还债,但营运期间从没给V看过财务情况,最后关店V也是从新闻才知道。 让V心寒决定与秀琴断交,记者求正访问V时,还在怒枪秀琴,不想跟她名字出现在同一则新闻,要求记者千万别写到她,显然两人确实闹翻。 陈志远老婆秀琴惊抱欠钱死不害,大嫂团V女也受害。 陈志远老婆秀琴惊抱欠钱死不害,大嫂团V女也受害。 陈志远台湾桃园线人,知名棒球选手,外号黄金战士,但后来因涉入迁度暗,媒体讽她为黑金战士。 球员十七层效力于中华职棒兄弟相,手备位置为外野手,包地同为兄弟相的外野手陈志鹏。 陈志远老婆秀琴惊抱欠钱死不害,大嫂团V女也受害,大嫂团V女也受害了。